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脸书广告花了那么多钱 为什么没有效果 你有没有碰过那一种 明明第一次见面 可是就要跟你装熟的那种人 是不是让人感到不太舒服 那我会想到说 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的感觉 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种 不太舒服的感觉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彼此还没有建立关系 既不是同学 不是师生 也不是亲戚 更不是邻居 也谈不上是朋友啊 那在彼此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 彼此的一面资源 基本上和陌生人是没有两样的 那既然是陌生人 那就谈不上信任这两个字 而销售呢 是双方你情我愿的行为啊 当我们在脸书上面 去刊登付费广告的时候啊 访客他第一次看到你的广告 他肯定完全不熟悉你这个人 也不知道你的专业项目 到底是什么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求他来买产品 他在心里面就会想到 这家伙说的是真的吗 那只要人和人之间存在的怀疑 不肯互信的话呢 你就要他把钱交给你 难度是不是很高 所以啊 拍卖网站为什么都会有评分的机制 就是因为大家彼此不认识 只能够用评价来判断 买卖双方之间的诚信 而且呢 还要用超商取货付款来买东西 而不肯先去刷卡付款 我是不是有说中了 你在拍卖网站上面买东西的行为方式 所以当我们在脸书上面买付费广告的时候啊 你不要第一次看到广告的访客呢 你就希望他抱着马上成交的期待 因为你们尚未建立关系嘛 尤其是你销售的商品价格如果越高的时候 越不可能靠第一次的广告触及 就让他成交 好啊 那到底买广告能干嘛 到底能不能买广告呢 广告呢 肯定是一定要买的啦 因为呢 这是大量曝光的捷径 重点是呢 广告内容的call to action 也就是呼吁行动 要修改一下 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立即购买这个按钮 你要把它改成 获得免费的课程 或者是获得免费的试用的这种方式 目的呢 就是先取得访客的名单 比如说email 或者是对方的手机 甚至可以拿到他的地址 把试用品寄过去 那如果你有去门市看车 或者是看房子的经验 你在要离开的时候呢 是不是有这种经验 就是会被要求留下你的个人资料 为什么要留 因为业务员 他后续才能够追踪跟进你嘛 你不可能在第一次见面 就立刻下单成交吧 像车子房子那么贵的东西 哦 好啦 我知道有些土豪他很霸气 第一次见面可能就丢了现金 跟业务说 我要下单 只是呢 呃 那种好客户 我都没有遇到过 所以在网路上也一样 我们一定是先制作一个landing page 着陆页 名单收集页 透过这个广告 让访客呢 先到达这个页面 并且要写清楚 提供什么样的赠品给对方 然后取得赠品的方法呢 就是请他按下按钮的连结 然后 诶 可恶 为什么赠品还是没出现 而是先出现了一个 请他填写email的表单 对吧 有没有似曾相似 自己好像也填过不少 这样的表单 对不对 直到你填了这个email啊 然后才会跳转到 另外一个赠品的页面 或者是呢 收到这个email 那这个email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有这个赠品的连结 或者是说 连到某一个影片去观看 或是一个免费登录课程的 登录连结 那这个目的就是 先给你好处 建立了信任关系 之后呢 才会慢慢的向你销售产品 而这个呢 就是销售漏斗的第一步 从广告当成引流的入口 然后收集了你的名单 再寄送赠品给你 之后呢 每隔几天就发一封邮件给你 教你如何去达成 你想要完成的目的 并且呢 在这个信件里面的最下面 就加了一个广告连结 自入性的行销 啊 有没有感觉 好像曾经碰到很多次 这样子的信件 对啊 这个就是行销 那你看到这里 有没有开始领悟到什么 我现在已经在教你 如果去透析 别人的行销模式 而且 我也亲自示范了整个流程 因为你在看 这一个影片的同时 它就是整个行销流程的一部分 那我们明天呢 再来谈一谈 更深入的使用方法 我这一个影片啊 它还有另外一个影片 但是我在 我是写在我的email里面 那怎么去订阅我这些email呢 你只要到我的头像 头像 下方会有个连结 去订阅我的电子报 你就会收到这一系列的 电子报的教学 教你怎么样去制作一个销售漏斗 赶快去点击吧